今天话题是跟大家讲一下 女士们在每一个月的月事来临的时候 要面对什么和我们有什么秘技 可以减少在这段时间 因为荷尔蒙的变化带来我们身体上 心理上的各种不息 有很多东西是不适宜做的 逐一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件事如果是成年的 就是不适宜有性生活 因为月经期间 宫颈口是处于一个微开的状态 如果是在经期间有性交 是很容易将外阴和汇阴周围的病菌 带了入阴道 子宫颈甚至去到子宫 就容易引起子宫内膜炎 或者是急性的附件炎 和盆康腹膜炎 第二件事 因为我们经期来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有经期的痛 腰酸背痛 这些是因为冲血的盆康里面的情况引起的 很多朋友就觉得不舒服 就会按摩一下它 拍打一下它 如果你在这段时间随意拍打 是会令到这个地方冲血是更加严重的 那就会导致月经过多 或者是那个旌旗更加延长了 第三点就是月事离的时候 最好就是不要坐在浴缸浸太久 或者出去泡温泉 理由就是在月事离的时候 子宫颈口是未开的 如果在这个时间坐浴浸浴或者泡温泉的话 很容易令水里面的病菌进入那个肱腔里面 那就容易引发细菌的感染了 第四 就不能穿很紧身的裤子 有些是弹性比较差的紧身裤子 是会阻碍着血液循环 造成你的子宫冲血肿胀的 第五 大家都知道了 不适宜做剧烈运动 但你可以有运动 并非绝对禁止你运动 但剧烈运动好像跳高跳远跑步这些 就尽量避免了 否则会令到你 旌旗里面的不惜加重 好像令到你更加腰酸背痛多些 甚至令到你会有 惊痛和月经失调 第八 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原来是不适合唱时间 或者很大声地来唱歌的 其实为什么呢 原来就是我们的声带里面的 毛细血管是容易冲血的 在月事的时间 那这样冲血的情况 那个血管壁就会变得比较脆弱的 如果你是高声 或者大声唱歌久了 造成你的肌肉用力过度 而且高速的震动 就会导致毛细血管的破裂 那结果你就声音沙啞了 第七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是不可以剝牙 为什么呢 因为月事离的时候 血小板会降低 令到血液的凝固性 是变差了的 是容易更加出多些血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 如果剝牙的 可能导致的伤口 没有那么容易埋口 大量会出血 严重的话 甚至会影响食欲 造成你的营养不良 除了以上那些是生活习惯 现在就要讲下 月事来临的时候 你的饮食上要注意什么 首先 不可以喝浓茶和咖啡 因为这些咖啡因含量高的饮品 食物是容易刺激 神经和心血管的 这就容易引发惊痛 惊奇延长了 或者惊血过多的症状 第九大家都会知道 不适宜喝冷的饮品 同时 这些辛辣的食物 都应该禁止的 因为冷的饮品 是会降低血液循环的速度 影响子宫的收缩 和惊血的排出 另外如果我们吃刺激性的食物 是容易造成惊痛 惊血过多这些症状 除了这些饮食 大家都很清楚之外 原来有一样是不适宜吃过量的朱古力 这个比较少人知道 其实朱古力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它的糖分 是会消耗体内的维生素B和矿物质 还可以造成这个血糖的不稳定 影响荷尔蒙的平衡 就会加剧了你惊痛这些症状 最后就不适宜吃那么咸 奇怪了 为什么这个咸的也会影响 我们的惊奇的情况呢 原来在惊奇间 痴激素 和一种叫润激素 是很容易失调的 咸的食物 就会令到身体里面的 腊含量 滞留了 同时 一种叫抗尼尿的激素 就多了在 这两样东西的多了 就会令到我们 引发头痛 水肿 和情绪 很容易 暴躁 所以 饮食方面也要照顾到 生活上 环境方面的习惯 都要是 照顾到 那你在这个旌旗里面的不息 就会尽量减低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